天氣熱來一杯手搖飲料 哇好清涼啊 但你知道嗎 這一杯冰涼的紅茶或綠茶 或者是加了果汁果粒的 裡頭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們叫百香綠茶 百香是那個原汁嗎 百香是果汁的還是那個 各塊 你要不要那個一粒一粒的 百香子 各半是什麼意思 就是都有 果醬跟果粒都有 有聽到嗎 店員說一半是濃縮果汁 另外一半才是果粒 那濃縮果汁裡面有玄機喔 因為實際走一趟食品材料行才知道 有一桶一桶裝的草莓果粒 百香果粒的濃縮果汁 有那種有紫的嗎 這怎麼泡 一般是剉冰 就一筆五對水 先這樣試試看 還有巧克力抹茶 你想得到的口味 還有濃縮果汁都有 而且每一樣食材 都比一般賣場的原食材便宜很多 他們都是合法食品添加物 吃下去不會傷身 但是裡頭的成分還是要當心 小朋友主要針對使用色素 人工色素 黃色四號五號 紅色六號 紅色四十號 他們使用的話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過凍耳 那濃縮果汁 大人的話吃到的話 原來會有脂肪肝 高血脂症 然後就那個 代謝症候群那些東西 再來看一般人常喝的紅茶和綠茶 在食品材料行就有不同等級 我們洋裝城說要開飲料店來詢問老闆 這本級是有差中 譬如說如果今天賣的是小學生 說說路邊攤或是工業區 他只有差中可能差短就150以下 他是手藥飲品店 他是需要現養為客人的 他的單價已經比較好等級 然後稍微好一點點 這本本就必須要過兩半 蛤 他說賣給小學生的是用最便宜的材料 一杯如果我買一支新的 那不是很低耶 他可能就不用兩三塊 我覺得我可以的 每一支營成本就一支二塊 什麼啊 一杯飲料成本 只不到兩塊錢 在對照業者網站上標榜說 一杯700CC成本只有兩到三元 還說最適合開店來創業 我們就買了其中幾款的 這個紅茶包還有綠茶包 那光是這一包紅茶茶葉裡頭 有16包的中小包裝 才150元 拿出一包來煮 哇成本不到10塊 而且香味撲鼻 就能煮成這一大缸 這個是用3000CC的水 那一杯紅茶以500CC來換算 可以賣到6杯 成本算一算還真的不到兩塊錢 如果要變成草莓果粒紅茶 業者說也不難 直接剝開以後它就變成草莓果 草莓冰茶 草莓冰茶 如果是你今天要做調味引體的話 你可以大部分都是加紅茶 也可以加紅茶 加紅茶 它不會就是不是苦 它就是那種香 它那顏色又自然的顏色 基本上就是抹茶加上接種的香料 那裡頭到底還有哪些成分呢 你們這是加工製造廠嗎 對 所以什麼味道都會有嗎 我們又說要開店 那需要去了解食材內容 要來參觀你的製造廠 那業者就說 這是商業機密 拒絕 我們再轉到另一家 那這一家招牌是寫 食品材料化工行 上門買食材的老闆們很多 有開早午餐店的 也有開飲料店 光是綠茶就有分等級 媽媽 變成了 你說最高的多少 綠茶店是180 對是台灣的 那再加上我們還發現了 有小罐的綠茶精 還有烏龍茶精 這裡頭到底是什麼 打開聞一聞 哇那個化學味很嗆鼻 你看 無量多 一楊天然原料 蠔有沉澱 它只是香味而已 噢香味喔 溫泉的味道而已 它應該是沒有那個成分啦 對 少量後50CC150 50CC150 對 它只是嗆嘴 沒有味道而已 米茶也有 我沒看 米茶在這裡 蔥的有吃 我只要這個 只有那個香味而已 就是那個香味而已 米茶 米茶 對 都算香了 我們這些都打過來 沒問題 我如果需要 還有這種麻辣湯頭 有一整罐調配好的 老闆教你用1比20來稀釋 既然就能調出跟市售的麻辣鍋 還有麻辣藕類一樣的味道 甚至還更香更濃郁 我們找到能夠檢驗這些加工食材的 國立大學化學工程學系來幫忙 檢驗儀器是感應藕合電 將原子發光浦移來檢測 那發現裡頭所謂的微量元素都有過高的現象 食品化工行的茉莉綠茶 甲7300ppm 特調紅茶 甲12700ppm 伯爵紅茶成本高一點 所以就低一點 是722ppm 光這個含量就過量了 因為營養師說 腎臟病的患者 甲一天的攝取只有2到4公克 以紅茶換算一杯就含有6.35公克了 一天大約4.7克左右 以上就差不多了 那其實如果你每天長期都要攝取這樣子的飲品的話 腎臟是需要去代謝 如果濃度過高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可能四肢無力啊 精神不好啊 甚至暈眩 嚴重一點可能會有一些心律不準 甚至猝死的風險 臘和甲都過高 因為腎臟病或膏 其他的人非常不適合吃 因為為什麼他們不適合吃高鹽類的東西 鹽巴裡面有臘和甲的東西 施肥的過程裡面 用得太多的甲肥 所以造成甲比較高 我們本身代謝功能異常的人 真的就要適量不可以吃太多 另外也驗出了重金屬 有猛還有鋁 還有驗出鋁和鋁 鋁是絕對不能驗出的 這茶葉裡面當然也不能有鋁的存在 鋁太高真的不好 因為鋁會造成人類的大腦的痴呆症 鋁600多 鋁更不行 因為之前不修鋁有規定新的規範 就是不修鋁裡面不能還有鋁的成本 依據食品中污染物及毒素衛生標準 食藥署說總升量 千、鋁、鋁、錫、銅、地都有限量標準 但有一些沒有列在限量規定的就是不得驗出 而官員還告訴我們 這些超標的茶葉也不會直接拿來吃啊 所以當業者他是用 14C以上的水來稀釋煮開的話 重金屬含量就會掉下來 低於標準值以下 還質疑我們說 我們不是到官方合可的實驗室去檢驗 所以這個部分也不會正式對外來回應 只是為民眾把關的食安 不就是官員們該去認真查驗 和檢測的嗎 怎麼反而來質疑這些 由國立大學檢測出來的結果 而這個儀器在很多學校的化工系都有 以上的食品化工材料 也的確都是食品等級並不違法 就算重金屬不超標 但是每個人體質不同 代謝能力也不一樣 重金屬日積月累長期下來是令人擔心的 所以重要的是消費者該怎麼辦呢 但是這種東西 因為很香 味道口感很好 所以我偶爾一個月會吃一口 一口 一個月一口 吃一口 在身體自己可以代謝的範圍之內 因為它可以真的讓我愉悅 這種東西都叫做超級加工食品 超級加工食品呢 現在越來越多的負面報告 現在人可以多喝白開水來取代這些飲品 我還是強調就是一個均衡飲食的概念 政府目前都是要求業者自律添加物的部分 成分是自律的 不然大家在買手搖飲料的時候 多向店家老闆了解一下你的茶葉來源 以及是否有限榨的天然果汁 而不是調味的濃縮果汁 那現在到代謝門診科去看醫生的 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提醒你這些手搖飲料的秘密 當然也希望透過這個調查報道 業者就會了解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 少用超級加工品 這是維尼王和賴小英為你製作的 食安趨勢報告 喜歡的話請按讚分享留言 食安趨勢報告在中天電視裡面的 播放清單也有 在播放清單 那也可以在賴小英YouTube裡面找到 已經有整理好的欄目容易找 那FB是在監督力量 或者是民間特徵組裡面也有 另外你也可以免費加入中天電視會員 或者是每月小額扣款 實質幫助中天新聞 就是最大的支持力量 那中天快點購裡面有 彭福喜來燈SO乾杯醬 還有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是防疫的最佳利器 那小英代購碼001有優惠的折扣哦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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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